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 我是大腕 说有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不爱说话的老实人 是一个能干的丈夫 是一个疼爱孩子的父亲 是一个有心房,有心车的35岁的农民 但他在6天之内却杀死了12人 杀伤了5人 酿成了震惊全国的吉林血案 在他的屠刀下 有无辜的遇害群众 有不幸的古兮老人 还有儿时一起玩的玩伴 为了抓捕这名罪犯 警方出动了万人搜捕队伍 浩浩荡荡的展开了搜山行动 而这个人在被抓获之后 却高声呼喊自己是被逼杀人的 难道说这其中另有隐情吗 一个老实人 为什么一夜之间变成了杀人魔王呢 今天咱们就透过这起案件的主人公的复杂的一生 来说说这起震惊全国的案件 2006年9月23号早晨 吉林省柳河县柳南乡通沟村的村民们一觉醒来 跟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在这座村子的村东头 住着一位村里的成功人士 他叫石岳君 通俗来讲 石岳君的职业是个屠夫 靠着屠宰生猪卖猪肉逐渐发家致富 他从18岁辍学之后 就开始在村子里面杀猪卖肉 奋斗了十几年 日子越过越好 在村子里也算是比较富裕的 可以称得上是用双手来勤劳致富的成功人士 作为成功人士 他家的房子自然也是比较气派的 有一个大院 院外边是他家的田地 院里边有三间大瓦房 看起来很阔气 在房子一侧有猪圈 载猪场和放猪肉的作坊 而另一侧 还有一个带铁门的大车库 里面停着一台刚买的福田牌 白色小货车 那两年猪肉生意很好 石岳君又能干 因此挣了一些钱 一家人可以说生活的是有滋有味 有头有脸 这天清早起来 石岳君跟平时一样 开着他的白色小货车 到了隔壁的和平乡 大力沟村 买了四头生猪 准备杀掉之后 等周末到通化县干沟乡 去赶集卖猪肉 四头生猪拉回来 把这些猪都放到了自家猪圈里 然后他开始磨刀霍霍准备开工 这个石岳君一看就是个老实人 他这辈子没什么爱好 除了杀猪就只喜欢听歌了 因此他在杀猪之前 都喜欢先放两首歌来助助性 然后再开始工作 但此时的石岳君 虽然一边放着歌 气氛挺愉快 可他的内心当中却是相当的烦躁 这是因为在他的心里 一直都憋着一件事 什么事呢 在前段时间通化县二密镇 有一个他的同行 也是一个屠宰户 叫李振军 这个李振军仗着家里有关系 把二密镇的屠宰点给承包了 为什么要承包这个屠宰点呢 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 那段时间刚刚颁布了一个新规定 为了保证商品猪肉的安全健康 周围的这个临近村镇的肉贩子 都要到二密镇的屠宰点 去进行集中屠宰 集中屠宰完 进行检疫之后 才允许到市场上销售 这为的是保障生猪的安全健康 但是这个屠宰点给你杀猪 给你检疫 也不能白干 需要交屠宰费 交检疫费 一头猪总共要交63块钱 所以那个李振军呢 就把屠宰点给承包了 因为他感觉这里面有利可图 通过这个屠宰费和检疫费 可以拿到一些抽成 这不白赚钱吗 但是这样的一个新规定 对于十月君这样的普通屠户来说 显然就不那么友好了 本来平时自己在家里边 自己杀自己卖 一分钱不用交 现在出了这样的一个规定 这猪还没卖出去 就先得给人家掏钱 让人家杀 让人家检疫 这得少赚多少钱呢 所以十月君的心里边非常不高兴 当然这还是次要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承包屠宰点的这个人 这个李振军 用十月君的话来说 这个李振军啊 就是一臭无赖 他经常高价收费 人家检疫费收五十 他收八十 有好几次 有人不满意 去跟他理论 但没想到李振军二话不说 出手打人 给人家打得鼻青脸肿 不说 末了还得乖乖的按规矩 按数交钱 经过这些无良的承包人 层层剥削下来 十月君杀一头猪 就挣不了几个钱了 可是不去屠宰点杀猪的话呢 他又不能获得这个简易合格证明 这猪肉又很难卖出去 更何况 十月君他也惹不起李振军 因此实在没办法 他只好乖乖的去屠宰点杀猪 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为了让自己能够减少一点损失 每次去这个屠宰点杀猪之前 他都会在家里边自己先杀一头 然后带着肉 再拉着另一头没有杀的猪 到屠宰点去宰杀简易 说白了 他是想把自己杀的这头猪的猪肉 再掺到这个屠宰点杀的那个猪的猪肉里面 假装这两头猪都是屠宰点杀的 都简易了 那这样的话 不就能够省下一头猪的这个简易和屠杀费用了吗 但是那个李振军啊 非常狡猾 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猫腻 直接就把石月军杀完的这个猪肉给扯出来 扔到了一边 说你这个不行啊 你这猪没有经过简易啊 不能上街卖 石月军毕竟自己是投机取巧啊 他在一边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那后来呢 有一次石月军不服气 还想再试试 就又自己杀了一头 带上杀好的猪肉 和另一头没杀的猪又到屠宰点了 结果又被李振军发现了 李振军对他破口大骂 还要罚他三万块钱 那石月军一听立马就急了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哪有罚三万的呀 后来他是求爷爷告奶奶 终于是通过一个熟人好说歹说 末了交了几千块的罚款 但几千块也不少了 末了算下来 这一趟自己是一分钱没挣着 还搭进去好几头猪的钱 这几档子事啊 把事前如命的石月军给弃坏了 一怒之下 他的心里边甚至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他心想如果李振军再这样搞自己 干脆就把他给杀死 看着圈里的猪算着减少的利润 随着时间推移 内心的愤怒和复仇的怒火 让石月军茶饭不思 整天烦躁不安 家人感到奇怪 就带着他去看了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听了石月军的情况 嘱咐他要放宽心胸 到外面走一走玩一玩 于是妻子就带着他到南方去玩了一圈 但是好像没什么效果 确实 石月军这人呢 的确是踏实能干 但他小时候穷怕了 长大之后呢 因此就特别爱钱 而且护实 所以李振军这事啊 他轻易放不下 尽管说当时玩的很开心 但是一回到家里 看见猪圈里那几头没宰的猪 石月军这怒火立马又上来了 所以咱们再把视线拉回到06年9月23号这天 这天早晨他不是买了四头生猪吗 本来也想跟之前一样 先自己杀两头 然后浑水摸鱼送去检疫 但是仔细一琢磨 回想之前因此被罚了几千块钱 他又放弃了 心想还是硬着头皮 到李振军的屠宰点去杀猪吧 可是一想到李振军的嘴脸 还有他平时的行事作风 石月军就感觉自己特别没骨气 他心里问自己 总这样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呀 于是在当天中午 他一狠心就到村里的药店里 买了两小瓶老鼠药 心里暗自决定 如果这次李振军再刁难我 我就杀死他 然后自己喝药自杀 当天晚上七点左右 石月军带上四把杀猪刀 开着小货车 拉着两头猪 来到了二密镇李振军的屠宰点 他把两头猪卸下车来 拿了一把短一点的杀猪刀藏在身上 在附近一家饭店里找到了正在跟别人喝酒吃饭的李振军 这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 石月军是满腔怒火立马又上来 但这次他强忍住怒火 也假装跟过来吃饭一样 凑上前去跟李振军喝酒吃饭 就这样到了晚上十一点多 李振军和石月军吃饱喝足 从饭店出来准备去屠宰场干活 不过一出来啊 刚好又遇到了从二密镇干沟村赶来的另外两个个体屠宰户 这俩人呢 也受过李振军的刁难 这次过来也是想来杀猪的 但是李振军呢 没喝高兴 一看正好又来俩人 就拉着他们三个人 又来到了一家烧烤店 去撸串喝酒 你说你撸就撸吧 喝就喝吧 但这李振军啊 还没完 在这个撸串期间 他当着另外两个人的面 历生历色的问石月军 说小石啊 这回你没有把提前宰好的猪又给带来吧 石月军回答说 没带 没有 但是没想到啊 这李振军不依不挠 接着说 这回啊 你要是再敢带 我还一样收拾你 李振军说完这句话 也没拿正眼看他 自顾自的继续喝酒吃肉 但是他根本想不到 平时不声不响 老老实实的石月军 此时正盘算着如何要他的命 其实石月军早就按捺不住了 好在旁边的另外两个屠夫 一直在拉着石月军 他在酒桌上 这才强咽下了这口气 就这样 几个人一直吃到了24号凌晨 从烧烤店里出来之后 这李振军也不知道要干嘛 非让其他三个人上自己的车 这三个人平时也都听惯李振军的吆喝了 一听 也就乖乖的上了他的车了 石月军呢 正好就坐在副驾驶 然后李振军二话不说 就开车 带着他们往村子外边开 在开到二密镇 大连川村的时候 李振军突然把车停下 让后座上的另外俩人下车 说自己跟石月军要单独谈谈 那俩人下车以后 李振军又发动汽车 带着石月军又往前开了500多米才停下 停下车以后呢 这个石月军就发现了 李振军在停车以后 转过身 要去后座上拿东西 一看这个动作 石月军立马心慌了 心想这个李振军 肯定也是看自己不顺眼 要拿家伙收拾自己 那么面对身体强壮的李振军 石月军知道 自己如果正面刚 肯定是打不过他 必须先下手为强 想到这儿呢 再一看着李振军的丑恶嘴脸 石月军一狠心 嗖的一声 从背后抽出了那把杀猪刀 二话不说 对着李振军的腹部就狠狠的捅了下去 李振军突然挨了一刀 疼痛不已 他赶紧抓住石月军的手 说软话求饶 意思说以后啊 再也不管你的猪肉了 想在哪杀就在哪杀 钱我也不收了 你饶了我吧 但是此时这石月军 哪还听得进去这些话 他的脑子里 只有平时被李振军欺负的种种场景 他越想越气 也不顾李振军的阻拦 准备抽出刀来 杀死李振军 这个李振军 别看身高体壮的 但他胆小 一看这个石月军的这个颜色 这表情 马上就发现不对劲了 赶紧跳车往后跑 但他毕竟受伤了 刚跑了没几句 直接就跌倒在了路边的沟里 石月军二话不说 追上来 狠狠的对着李振军 是连刺竖刀 最终彻底把他捅死了 之后石月军跳上李振军的车 驶向了二密阵 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可怕的情况 出现了 开车途中 已经丧失李振的石月军 想起了平日里跟自己有过矛盾的人 还有那些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 他心想 反正现在已经杀人了 横竖都是一个死 不如把仇人全部杀死 然后再自杀 此时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 外面黑漆漆的一片 村民们基本上都睡了 半夜1点10分 石月军开着李振军的车 回到了二密阵 把车扔在一片小树林里 接着走回去 换回了自己的白色小货车 之后他开车 来到了二密阵 负责检疫工作的畜牧站副站长 王玉良的家里 来到王玉良家门前 他已给诸检疫为理由 叫开门 王玉良迷迷糊糊的 还没看清外面是谁 就被石月军一刀刺中了胸部 王玉良的媳妇健壮 赶紧大声呼救 可石月军一看 这屋里竟然还有人 于是冲进屋里 又把他媳妇给捅倒在了床上 此时住在隔壁的王玉良的父母 听到喊声 也相继跑过来 但都被石月军埋伏在门后 给活活捅死 石月军此时满脸是血 他坐在门口冷静了几分钟 正准备从王玉良家走的时候 遇到了从隔壁赶来的 王玉良的哥哥 王玉洪 石月军一看 这来得正好啊 于是他躲在门口没动 等到王玉洪进屋的时候 突然冲上前来 把刀伸过去 要捅进王玉洪的胸部 但是好巧不巧 因为用力太大 方向又没找对 这把刀呢 竟然被他折断了 没捅进去 于是王玉洪赶紧扭过头来 跟石月军扭打在了一起 扭打过程当中 这个石月军一不小心 还把自己的大腿给划伤了 杀猪刀掉在了地上 而趁着这个奸细 王玉洪马上转身往外跑 石月军见状 在后面起身也紧紧追赶 那么王玉洪最终 有没有逃脱石月军的追杀呢 此时已经变成杀人狂魔的石月军 接下来又会干出什么样的可怕的事情呢 别急 稍后下节咱们接着说 我是大腕 咱们稍后 下节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